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认为日军也就喜欢与国军拼刺刀 可别的国家就没有那么喜欢 如美国和美军交战时 日军大多都在躲在碉堡和地洞中 就是被逼出碉堡 敢于像美军亮刺刀的日军也不多 众所周知美军是二战时最富裕的军队 他们什么都不缺 自动化武器普及之极高 据说当时美国士兵为了防身 几乎每个人都自备一把 M1911手枪 这可是干掉了战机的手枪 日军和这样的军队 拼刺刀和送死没啥区别 那为什么喜欢和我军拼刺刀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拼刺刀 其实是日军的进攻战术 这种战术是学习与法军 先以炮兵覆盖 再以步兵冲锋进身自杀 当时我军弹药携带量有限 这方便了日军进身 抗战老兵曾说与日军远距离对战还有存活的可能 弹药与日军进战自杀 一般会被全灭 这说明在我军面前日军的刺刀是很厉害的 日军的刺刀为何会这么厉害 二战时我军的装备可不能和美军相比 别说自动武器了 就是老旧的汉阳造 都无法做到人手一把 日军使用的三八式步枪长度为1.28米 而汉阳造的长度只有一米 由于进战时一寸长一寸强 所以手持三八式步枪的日军进战时战尽优势 不知大家有没有在剧中发现 一般几个日军就有一个士兵的步枪上绑有太阳旗 其实这是日军为拼 刺刀准备的 每当要拼刺刀时 日本士兵就会向附近的太阳旗聚集 协调作战 而我军士兵由于没有这方面的训练 一般都是各自为战 有时一人会面对两个甚多个日军刺刀 日军喜欢和我军拼刺刀 是因为近战他们战尽优势 他们不仅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彻底消灭火军的有生力量 还可以节约许多弹药的消耗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